委員會說還要受政是兩岸人民 部份條例的出案 包括這個兩岸的動分 能夠合法化 但是如果他們說 今天來接住中國要信討 臺灣的關渡 一日 劉委會強調說會嚴格來 拆植到北關 為了負荷現行 看見民宿事件 選擇整個條流 劉委員會說 就修正 劉華人民部份條文策案 共和新北賓館 和議統管理保護 頂規定 若是在地的行政宜 和立法院通過 定義兩岸同婚會受到保障 跟社外民宿使用法制作 只是這麼的變作是 中國利用結婚 信討臺灣的關渡之一 必須理會關心 劉委會副主委 對秋水政基礎 劉華條的民宿中選法規定 到達已經 將近三十年 沒有專民檢討修正 對外界的技術 政府一定會加強 民流的管理 包括面談 生長機制定定 另外 對港俄民宿 來臺灣的基礎辦法 政府打算未來的 辦公室 對專業民宿的管制 來進步共調 會減顧國安問題 受到以前的影響 不像台商沒法到兩年來 裡有立境的紀錄 反而會沒有 來影響 劉建保的 管理問題 來進步促進 陳中葉的標示 劉華條 選出是因為 讓計畫的規定 時間到一定的主動作業 包括有以後 沒有劉動部 還有在進步中 上官單位 已經有改革的規特方案 繼續觀察王提昇 台北報道